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际 中共军机本周也两度飞过巴士海峡 国防部全程监控 总统蔡英文今天先到桃园落军 致死的时候强调 国家安全没有假期 随后再到三峡中科院系统制造中心市岛 包括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国防部长严德发等人都陪同 蔡英文表示 基于国防急迫需求 中科院必须加快天工三型 雄风三型等飞弹的生产速度 研发是学问 量产是实践 中科院必须在确保品质的前提之下 加快像是天工三型飞弹 跟雄风三型飞弹的生产速度 我知道要建造安全的厂库培养 像是在座的各位这样优秀的技术人才 并不容易 但是基于国防的急迫需求 中科院必须再拿出过去研发的勇气 达成加速量产的目标 蔡英文除了颁发加菜金以示未免外 更强调 面对更为险峻复杂的国家安全情势 中科院作为全民国防的主力 要求国防部长 中科院董事长颜德发 以及国防部副部长 中科院前院长张冠群上将 共同研理精进中科院的规划 为未来50年打下基础 攻击大区 第一次攻击大区 中科院移民 2次游关 中科院前院长最大区 犯人的博士 上升 中科院的资金